夏洛兼誼 ya 置川 詞曲 鉗子 秋天 這一世 悲喜交集愛含城池 何懼面前共護身 江山余火蜿怨 归酒当个决定 千秋路梦回首时 已走远 过往空尽照不出 春江花园楼抬头 当天明月尽何处 唤起翩翩晶红 地势的天空 留不住寒雨也来逢 岁月藏起一番番旧梦 曾经是千悲不醉 无可一世的教宗 都被贪置一回 消散成灰后空空 曾经年少因子 一种千里的心魄 被随随首遗憾 苍苍被尘封 被随首遗憾 苍苍被尘封 或是避免 而避免 而避免 人以封 都散了吧 这就是出这么多散了 北京战场生死危局 都没能将咱们分开 没想到 回到自己的皇宫了 反而是人 辅机怎么知道你到过了都 回到宫里以后 你有没有跟谁透露过你的行踪 没有 长孙大人 已经暂时放弃了杀我的念头 也放弃了战卜 让我随高阳公主 陪家去防府 陛下 这样的结局 对于我来说 已经算是最好的结果了 陛下 你是贤明的君主 不要为了我一个人 跟这么多的大臣 对臣 这样 反而会让天下人寒喜的 爹这个贤明的君主 为了天下 却负了你了 陛下 这个是去城外 山里驱水的马车吗 是 每天须时从宫里出发进山 每天卯时 从山里又回到宫里 陛下 把这个马车 系上一个铃铛好不好 然后 让这个马车每天都可以经过房府 这样 在每天清晨出发的时候 一听到铃声 陛下就可以想起妹娘 当此马车经过房府的时候 也是一听到铃声 妹娘 就能够想到陛下 她 启禀娘娘 那五妹娘 已被隔去残人封号 现已被贬入凤阳阁 成为羔羊公主的侍女了 公主出嫁时 她便随着公主离开皇宫 迁入房府了 知道了 你退下吧 是 是 五妹娘 你为什么身处如此畏惧 却还不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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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芮庵 叩见陛下 起来吧 谢陛下 锐安 是你有要事要禀报啊 启禀陛下 锐安侍奉武才人之命而来 来 媚娘 我刚得知昨晚的消息 你放心好了 我一定会想办法 把你从房府给接回来的 姐姐 是你在宫里散布谣言 说我没有回来的这些年 其实 是跟陛下去北境随军吗 你找我来 就是为了要质问我 你别忘了 在这宫里知道你去北境随军的 可不止我一人哪 将你消息透露出去的密函 怕也不止一份 朝中数十位大人都已经收到了 你看 这是我费尽心思弄来的 你不妨瞧瞧 上头是谁的字迹 媚娘 媚娘 没错 这确实很像芮安的笔迹 可是有一件事情 我忘记告诉你了 在那天晚上 我并没有完全对您说实话 这件事情 我没有跟芮安提过只字片语 她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也许在这个世上 另有人知道我去过北境 但是以为芮安知道这一切的人 就只有你一个 就只有你一个 好啊 原来 你这么早就开始怀疑我了 没错 将那密函发给长孙无忌的人就是我 你要怎么样 是你让温娘拦住了芮安 换掉了我要给太子的字条 让太子误以为 他已经被废了 只可惜 就算陛下 误以为你参与太子谋反 他还是舍得杀你 是你 是你 杀了温娘 我挺喜欢那丫头的 我也从来没有把她当作过下人来对待 可她宁可站在你那边烦我 我也是不得已的 为什么 为什么要做这一切 你就那么恨我吗 恨你 自书宫以来 我把你当亲姐妹一样照顾 获出性命来保护你 可你是怎么对我的 你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 你对陛下已经心灰意冷 你给我希望 然后 又一次一次地投入她的怀抱 你把我那一点点可怜的幻想 给踩得粉碎 是你对不住我在先 是你背叛了我 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吗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独自一个人 在御书房陪伴陛下 那一阵子 他刻意疏远你 却对我很好 时常与我谈天说笑 直到一日是彼 他幻莽颜末 一胎头肩 竟然错叫我妹娘 直到那一刻我才终于明白 这世上要是没了你 我才有可能得到幸福美满 所以你就要千方百计地除掉我 你认为 只有这样 陛下才会对你钟情 如今这后庭 你是我的天下 我若真心要除掉你 你能活到现在 我想了那么多法子 我只是想要你离开陛下 妹娘 纵然你负我良度 可是我们还是有机会 做回好姐妹的 只要你离开皇宫 只要 只要你答应我 不要再回来纠缠着陛下 我什么都答应你 就算是我求你了好吗 妹娘 算我求你 我求求你了 妹娘 我求求你 去了房府之后 就不要再回来了 只要你不回来 我便还有机会 做回当年那个 善良温柔的许会呀 妹娘 你答应我了是不是 你答应我了是不是 我了是不是 这些年来 你一定觉得很奇怪吗 论容貌 论从慧 你们有一点不如我的 可是 陛下 偏偏为何会对你无动于衷 你始终得不到的 无关皮笑 在乎人心 陛下是谁 他已经跃进了人间世情 难道会 看不出你那些如此丑陋吗 又怎么会钟情于你 就算是我不回来 你以为 陛下真的会爱上你吗 别做梦了 徐贤妃 现在的你 这一辈子 都会活在我的阴影里面 你注定会输给我 就不要在这儿 惺惺作胎了 我输给你 难道不是吗 你所骄傲的一切 拥有的一切 在陛下的眼里 都是可有可无罢了 你那些跟陛下最美好的会议 甚至 连你第一次爬上他的龙床 都是因我妩媚娘而起 在我眼里 你不过 就是一天活在 别人的阴影里面 永永远远 只能做别人替代品的 可怜崇拜了 不 你看看你现在自己的模样 你看看你的模样 跟世锦婆夫有什么区别 后庭之主 我 你不觉得你是一个 简单的秀魂吗 住口 刚才那一巴掌 算还了我们两个人 多年的情意 徐贤卑 从今天起 我们两不相欠 如果你单敢在伤害我 我批定十倍封魂 你不要逼我 都是你逼我的 我批定的 是你在自寻此处 知道你现在全情后庭 可是你别忘了 我们全情在咫尺 如果我现在手里没有一把匕首的话 我一定会要了你的性命 我批定 我不会杀了你 因为在我心里面 那个我最敬重的 最疼爱我的须姐姐 已经死了 是十一军徒用臭皮囊的行尸 现在站在我面前 是十一军徒用臭皮囊的行尸 走肉罢了 放弃 别再害人了 因为我已经看到了你的下场 你不会有好结果的 你不会是 自重吧 不 在这宫里 有数赢没对错 我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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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赢了你五妹娘 你听见没有 是我赢了你 大姓 来人哪 来人哪 奇怪 这宫里除了你一个人 那些人都去哪儿了 别叫了 整个锦乐宫 除了朕以外 没别人了 陛下驾临 请恕臣妾有失原因 你先去吧 是 方才在御花园 你跟五妹娘说话 朕就在不远处 陛下 可有话想问臣妾 城前原本不会烦 是你害了她 对吧 你还杀了自己的侍女 对吧 三番五次栽赃陷害五妹娘 对吧 你就不怕朕知道了 会对你恨之入骨 恨之入骨也好 哀恨相依 恨之深处 至少也是一种情分 远比之前 陛下对臣妾 视若无睹来得好啊 对吧 陛下 陛下 若无臣妾 你本当可以跟媚娘 长相私守 若无臣妾 太子也许不会造反 若无臣妾 李他也不至于被贬值他乡 陛下 你可知臣妾对你用心良苦 多亏了臣妾 陛下现在 才能过上眼前 如此惬意的生活啊 啊 陛下你杀了我吧 若能求得陛下赐死 至少 陛下这一生一世 都不会忘了臣妾 朕不杀你 这样太便宜你了 你仍然是贤妃 仍然住在这锦勒宫里 但只是你一个人 陛下 不许自猜 否则我灭你九族 好 臣妾 这么做 一切都只是为了陛下 陛下 湖知恶 人家 曙女 许慧现在已经被陛下 罚在锦勒宫里 她的余生 就在那儿度过了 本陛下 我和姐姐给你报仇了 闻娘 我和姐姐给你报仇了 闻娘 润恩 姐姐 别哭了 你应该高兴才对 你看 闻娘的仇你也报了 徐慧 也得到了她应有的惩罚 是时候 我也该离开这儿了 姐姐 都怪瑞安 如果不是瑞安执意要给闻娘报仇 就不会发现这些真相 姐姐兴许在这世上 还会有个好姐妹 不 不怪你 是她自己作孽 明天我可能就要离开皇宫 在走之前 就想过来看看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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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乐宫的风水肯定有问题 整个太极宫里最不祥的宫殿就是他了 姐姐你莫谢爱我 这秦乐宫怎么了 先是刘贤妃在此宫自尽 先依徐贤妃又被变成冷宫 你说此地像还是不像 让咱们赶紧离开吧 莫要在此地停留 这位公公 请问 外面为何如此热闹啊 你不知道吗 今天是高阳公主出嫁的日子 请问 我 美妙 你不想找我 多想找吧 好 美娘 黄阳 还早着呢 起辆破马车 有什么好看的 我真不明白 你怎么就不厌烦 高阳 你又喝多了 这房府上下 谁劝我少喝都可以 只有你不行 你应该理解我心中的苦闷 咱们现在 可都是备受 求不得离别苦的煎熬 应该同病相怜才是 难道 你对困在这房府的日子 甘之如頤吗 其实在这房府的日子 没有什么不好的 锦衣玉石依旧 初入也更自由 我觉得 倒是比在宫里 还要自在一些 是啊 你想去哪儿都行 就是不能入宫去见父皇 光是看那取水的车架 就能解相思之苦嘛 真是笑话 真是笑话 来 既然心中苦闷 就该喝酒浅怀 何必老憋着 来 陪我干了 我 我要去哪儿都吃 我要去哪儿都吃 我 这就不吃 在一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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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馄饨来啦 用馄饨 找您钱 姑娘 你是不是觉得这养月钱 有问题啊 我敢用我这个铺子担保 这绝对是真的 养月 养月钱 是啊 凯元通宝备上的指甲线 姑娘不觉得像月亮吗 这钱哪 早半年就出来了 全都一个样 小老儿啊 为了这钱 可费了好多口舌啊 哎呀 哎呀 坏了 陛下 倒也不难看 样如弯月 陛下 来 近日怎么练起楷书了 道似是临摹自学的 未得恰当指点 有几处万利还用得不对 运笔时气息要稳 你应该 来 他们都笑话我 都指责我 似乎我是无药可救了 可大唐有那么多公主 根本就不差我一个 但这世上 就只有一个便机 能跟你相爱一场 这才是我高贵的人生 总是万劫不复 我也绝不后悔 大家 歇息片刻喝口参汤吧 嗯 其实像这些啊 大家完全可以交给 长孙大人和房相他们来处置 近一年来 他们已经替朕担待不少了 再说 朕年纪大了 他们的年纪比朕还大呢 是 高杨最近如何呀 有没有收敛点儿 老奴正要向大家禀报 他越来越喜欢悲中之物了 他会经常举行诗会 邀请一些文人骚客 饮酒复诗 几乎每次都会喝醉 这房医爱也不管他呀 驸马 驸马爷对公主用情颇深 一直多有迁就 所以 所幸 还有武才人陪着公主殿下 也只有他能劝劝公主 让他不至于太过消沉 其实 都已经过去那么长时间了 依老奴之间 大家是不是可以 试着 把武才人给接回来 君无戏也 更何况 只要妹娘不回到宫中 他就是安全的 不完美 你怎么起码啊 让我不给闻 不需要 我轻歧 你不享受 我把锦补说 你在乖我 我跟你拦架 那我先跑了 你 好 好 三哥 好剑法 好剑法 是 好剑法 是啊 是 方九尹姓玲 孤沉小福音 高阳今日的杏林酒宴 的确是宜秦宜姓 只是 你请了这方外人在这儿 着实是煞了风景 三哥 今日这美酒啊 保管你喝个够的 你只要尽兴就好 这酒汗心饿之后啊 自然也就分不清 什么方里还是方外了 是啊 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 接着喝 好 来来 来来来 请 好酒啊 来 请请 来 好 来 请 来来来 没酒了 快倒过来 来来 来 喝啊 再来一杯 来 好 请 去取酒 不 妹娘 你去替我取客好 来来来 我请你呗 吃菜 不 好酒啊 请用 请用 对了 那边没有酒了 快把酒端上去 是 麻烦帮我把这壶酒打上 好的 五姐姐 智奴 太子殿下今日也有一份好心情 不然 也不会来到这心灵酒死 好久不见了 五姐姐 你还好吗 你不要怪我 不请自来 眼下唯有这样 才能见到你 今日我几次三番去房相府上 都被挡了回来 幸好要高杨妹妹的帮助 才有机会见你一面 今日 心灵宴上 高杨确实任性了 她不该请便机来的 更不应该 把太子殿下也请了 一年了 足足一年了 父皇如此新颖 看来对你的情 已经乱了 只可恨 冤天罡那个妖道 与你四位谋面 竟然就把祸国殃民的脏水 泼到你的身上 那些大臣们 这样待你 也可以说是不识姐姐 你的为人 可是父皇 怎么会 怎么会如此轻易 就被那些 老眼昏花之人所获呢 震奴 如今也没有什么武才人了 朕在你面前的 只是一个仿佛的侍女而已 你若真的是为我着想 就不要再为我纷纷不平了 也不要偷偷跑出宫来见我 陛下 已经斩断了我跟宫里所有的联系 如今 虽说是残存性命 苟延残喘 但是 也能陪着公主殿下 逍遥自在 把酒言还 震奴 你若真的想对我好 是不是就应该帮我 把这一份逍遥自在 好好地保持下去呢